我通通都留下来 这个时候我说 你这到底是律师 然后我说我需要带一点钱 我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多电子支付 钱包里平常有个三四千 四五千不等现金 是吧 甚至上带信用卡 然后我呢 就拿了一部分钱 就这么一小拿 后来我就数了一下 1700块 他说你要不要多拿去 我说1700够了 然后你在 通过头子就在那边 然后我就交给他 他说那还有什么要交代交代 我说你就不用紧张 然后呢 说这个我说就是 下一个呢就是律师的安排 律师的安排他说你怎么怎么安排 我说呢 请张思之先生 做我的电话律师 还有另一个名额 由张思之先生来决定 他是谁 跟他搭班 来做我的电话律师 是吧 这个如果是那样的话 这个 后来他说行 然后呢我就又给郑宏打电话 郑宏这个时候在石队庄出差 我们在五合松谈完以后 他呢坐火车高铁呢就去了石队庄 给客户去出差 出差开庭 打电话信号他没有关机 我跟他说了这个情况 他说呢你留几页纸 北四纸签上名字 我一定来需要 按照程序来 按照程序来 这个呢就留了几张 然后呢我就带了我儿子的那个 我儿子的一海八中的那个 黄色的那种薄薄的秋衣 不是容裤 秋衣秋裤 那时候还早上有点凉的嘛 带了一套穿着 带了一套这个 然后呢 又这个带了内衣内裤 牙膏牙刷 胰岛素药 哦你都准备好了 对 我就过去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在十一 在一点来钟临走的时候 要去派出所的时候 这个感觉他们自己聊啊 感觉可能 可能他们 事比较 对对 当真真了 这个这个傅政华 可能要刑拘他们 啊 这时候我听到傅政华的名字 傅政华可能要刑拘他们这批人 啊就是这就原话就这么说的 对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说 跟我听到这个老大就对上了 这但是这个呢 是5月4号的 5月5号的凌晨一点 一点来钟 随后呢就是下了楼 那么这个拖宝的这个兄弟呢 在门口 我们家门口那个单元 就不是单元 就是那个楼洞门口 那个电梯边啊 这么多 只有一个口能出来 出来跳楼 其他地方走不了了 是吧 过来呢 那我们一起下楼 他们的这个现代的那个 这个黑黑色的那个地方牌子车 现代 嗯 北京现代 嗯 这个叫叫叫叫伊兰特 啊 破车 是吧 上去 上去之后呢 一边一个 门单没有 啊没有 我就做附加设备是 然后他开车后退有人 后座实际上有人 啊啊 是吧 是不是我们那个国宝啊 还是那个还是那个什么 呃 还是那个片子 还是总之呢 拉着我去 凡家村派出所 那么到了凡家村派出所的时候 大概呢是 三点钟左右 哦 三点钟左右 这个时候跟我在这时候宣布呢 说咱们有个手续吧 给您呢做一个口头传唤 这个时候呢 等于我就做到他那个派出所那个审讯室的银辉色那个铁椅子那个约束椅上 啊 他说你看这这这我们这有电脑 是吧 有有有机器 这样 不 你呢 将就一下 你就坐着 嗯 那我坐在我因为我心里他是没有任何阴影 嗯 我到现在为止啊 哈建老师我没有任何阴影 那么就坐着 坐着呢他这不有椅子带吗 哈建老师 这个 我就没有拉 啊 他们也没有让我拉 所以说呢就把这个约束椅呢 它跟一个椅子一样 那这时候呢 开始 又重新问 来一遍又来一遍 又来一遍 又来一遍 是吧 这个是我这个过程中的事情 我是这样的 我不是十一点钟钟呢 他们来了吗 嗯 就是 就像相当于你那个是市局国宝来的 你认识 嗯 那俩不合十一点钟来的 那俩你不认识 我认识 十一点钟钟来的 我都认识 你跟他们都熟 你跟他们都熟 来了以后呢 多一个程序就是抄家 把我的电脑拿走 就当场电脑打快 然后有一些他们觉得有用的东西 我最心疼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拍刘晓波的好多那个 纪录片的成绩别好 不知道怎么会给他们看见了 把那个东西拿走了 输到没拿起本主要是电脑 拿走了 我那时候特我特别怕他们什么呢 就把我那个开会我们拍的那个照相机拿走 结果照相机因为我顺手就扔到街上这个窗帘底了 他们也没有在那种地毯是搜 主要是关注的是电脑 但是我就没有经验是什么呢 我的这个银行卡呀 什么手机什么东西都在我那个包里头呢 后来我就是我在这个一看的时候 我想用钱呢 我就没法用 我没有银行卡了 不用银行卡是不行的 必须现金往卡上存吧 正好我那个包里头有大概一千多块钱 后来基本上就用的那个钱 用的那个钱 抄完了以后大概到了 我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华英路派出所吗 到华英路派出所跟你这个有点差不多 应该是个两三点钟了 但是没有问我什么我有印象 没有在派出所在接着问 就躺在那个木板上睡觉 我是 我没记错的吧 对我那5月4 5月5号的凌晨大概 他考个点我三点钟到 然后坐那儿招呼招呼 这个饿不饿呀喝不喝水呀 然后坐那儿开始聊 先跟我说给你做一个创造万 那么那我记不得千倍钱东西了 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叫胡锋讲的 叫时间开始的 啊时间 原先的时间他都把你吃掉了 实际上已经 他从头来 那个办案的人是从头来 对 他关键是按照行事自动网规定的 拘留 要去传唤 12小时 12小时时间没弄完 有必要 再做一个手续 肯定问过你 延长12小时 传唤只能是24小时 是吧 他从5月5号早上的4点 给我宣布了什么呢 宣布了传唤 中间到下午4点的时候 5月5号 让我签一东西 延长12个小时到24 24小时 他就到5月6号的早上4点 5月6号的早上4点之前 向我宣布了刑事拘留 啊 涉嫌巡训滋事罪 是吧 依据刑事诉讼法呢 某条某条 这个 预计 我这个呢就是在 然后不是 呃 我说的这个都是4号预计的事 5号呢 然后就在这个花园工判处所 然后 呃 早饭中饭都是他们 买的外卖 我多了一件什么事呢 我说你们赶紧放我 我来踢他们那个门 然后呢 我就不懂 这没有律师教我 我说你们再不放我 我自残啊 好 这句话他们听到 可 我我觉得 立刻来了三四个人 把我 带了背靠 帽 头上戴了那个摩托 摩托头盔 啊 飞飞行帽 飞行员帽啊 哎 这个是不是有法律预计 呃 防征量呢 实际上它实际上是 它等于是借据嘛 啊 等于是借据嘛 背靠也好 正靠也好 实际上都是借据 啊 关键这个借据是怎么样使用 啊 它有一个 它不能过度使用 但是现在 可能是我说了一句 对啊 我说你们再不放我 这那个 呃 我要自残 啊 他们 那几个派出所的几个人 能把 正他们来火呢 我不计 啊 他们 他们实际上来讲啊 就是说这句话 插一句呢 我们都觉得 我们可能比如说 呃 有一些影响力 是吧 薛班子说他每天早上 像匹别奏章一样 但实际上来讲呢 其实超越我们这所谓出圈以后 没有什么人知道 没有没有没有 派出所的普通的工作人员 如果不是专门联系你的人 他不一定知道你是谁 没有没有 还有呢就是说 我在看守所里的一年半 总共撞过三个号 一百多人 只有两个人 以前 听说过我的名字 这两个全都是练功的 全都是练功的 一个四十来岁 一个 就是就是 一个六十岁老头 是的 是吧 哎哎听说过 普通师听说过 但其他的人 贩毒的杀人 我来检查一下我这个 这个录像机 我怎么 录的正常不正常 我看看这个声音 声音也是正常的 拍摄中 拍摄中 所以你看 其实我在5月5号早上 我说我现在不能谈了 我说我这个人愿意沟通 没有问题 只是我太累了 我又挺严重的糖尿病 需要休息一下 哎呀 咱们都是熟人 是吧 你看这个 早点说完 咱就早点交差 都是原先说过的 然后呢 他用电脑呢 做出一份笔录来 我还特别讲过 我说呢这个 我有糖尿病 我现在非常的疲劳 我需要休息 我建议你们 不要这样 然后这些话呢 你看他落个病 都给你打上了 对好像大概 大概起吧 我说我糖尿病需要休息 至少这几个字是有的 然后呢 整个呢 整个都问下来 签字 按手片 是吧 以上内容我看过 以上笔录我看过 与我所说的相符 按个手片 这个时候呢 就把我带到 樊家村派出所的二楼 他那个整个的建筑 他那所建筑 是东西向朝东 正门朝东 所以说呢 我记得上去之后呢 到二楼 然后往 往那个楼梯的 右边走 应该就是 就是朝北方向 角落上有一个叫 刘志市 这个刘志市呢 由派出所雇佣的这个保安 由他们来管 就是那种这个 这个临时工性质的 他们在负责这个 刘志市门口呢 比如说你有什么事啊 他那什么 进去以后 就是一个一间 这个十几平坪的那种 筒子楼宿舍是那样的 一进门呢 右手是一个破柜 就是这个廉价那样三个 刘志市还有柜子 对 就文件柜已经知道 刘志市应该是 什么都没有 就把我哥们 我试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 那不是是他们一个办公室 那你说的不是那个 把人家暂时计压 那个东西不一样 计压的得放笼子里头 是啊 我们呆的是 你在笼子里吗 不是笼子 就是木板啊 然后是 那个门都是特制的 就是打架 那刀子也都关那个 那我那个不是 我就上头 这个 进去这个 那个房间 本来是保安他们一个呆的地方嘛 就一进门 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跟你这个书架大厂差不多 还是他们那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 这边也有一个柜子 那个脚上 有一个对面的办公桌 一张办公桌 嗯 然后呢有那个 比较劣质的那个 那个椅子 椅子上呢 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衬布啊 那个那个垫子啊 有很多烟头 烫的那个洞 我不知道谁坐这 很无聊 那有意烫的 很多很多的洞 然后呢 还有一个 三人坐的 长条椅子 是吧 我可以呢 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呢 然后把另一个椅子 搭到前头 脚放得上 哦 就这样 我们那个 我说那个正式的刘志士 它是里头是木头的 嗯 整个是木头的 你可以整个躺平了 在上面睡觉 哦 那我那个不是 然后跟我这个 呃 像你说的 问 记录这个呢 我印象是 头天坐的一点点 就是当我拍摄中 主要是第二天 第二天呢 就是说 我说多少 他就出去调查去了 你那个横幅在哪弄呢 在哪 在哪 在哪做的 嗯 先找一遍出去 没找着 又又回来问我 到街上去啊 对吧 到在在那个 清河那个地方 清河那地方 那个小的 坐横幅那 我估计那店老板也给吓一跳 嗯 啊 就是 像就这种事儿 一个一个要 要问清楚了 啊 还有就是说 哪些人 哪些人 因为好像 我 我说我 我只知道 就是我们 这些人 我是都认识的 啊 他主要是问什么 谁通知的 我说 不记得了 啊 啊 啊 这个 呃 第二天最主要的呢 好像就是问 说 你们哦 怎么想起来组织这个事儿 啊 我说我们 就是大家 这个 这个 想聚聚呗 啊 是啊 确实就这样 啊 这个事儿 大家忘不掉呗 大概类似这种 车壶的话 滚 滚过来滚过去 啊 第二天 大概主要问的是 就是这些 横幅怎么弄的 什么什么 大概这些东西 呃 我不是给 呃 带了背鱼 带了那个什么 这个 呃 摩托帽子吗 很难受 那个 那个 几个小时是很难受 非常非常难受 后来那个办案的人 就又来回了问我 我就 我说我不说 你你 我说你赶紧叫他们 给我摘掉 赶紧给我摘掉 他就跟我 就说你 你把这个说了 我赶紧我就叫他们摘 后来还是我投降了 啊 啊 就是说 在那个 坐那个横幅的什么东西 在什么地方 啊 后来 大概过了这么 我印象有这么三四个小时 就给我摘了 啊 啊 然后 这就到了 呃 五号的快要夜里头了 嗯 五号 夜里头比较喜剧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不像我 不像你啊 呃 我也不知道这些程序 就把我脱去 你应该也有这个程序 在排射所 就照过我一回向 恩过一回收银 你有没有 没有 你是到了一看 对 啊 我说这个传换时间到了 二十四小时 说是四十八小时 二十四小时 不是 我是从那个 四号的晚上十一点 就跟我说传换的 嗯 啊 四号就开 什么时候给你宣布肌瘤呢 宣布肌瘤 是这样子 啊 那我跟你说 就是 直到 呃 五号 六号的凌晨 五号的这个快到 快到十二点了 哎 我说那个 时间到了 啊 他们说我给你办点手续 称体重 这个照相 这个摁手 取指纹 用一个 好像橡胶模 还是什么东西 党三国爱 我 我觉得有点 我当然我也搞不清 这是放的程序 还是 我还没觉得这是抓人的程序 啊 我现在好像例行公事就例行公事 他说我们这个是例行公事 比较喜剧是什么呢 这一套做完了 已经是六号的大概 应该是一两点钟左右 一两点钟左右 就说 我在那挡着嘛 我我那时候真的觉得 这个都结束了 应该回家了 回家了 我到那个包 把我带到那个他们放东西的地方 扣留东西的地方 我伸手就去把这个皮带拿起来 要往身上系 他一把就给我夺过去了 说 黄老师咱们换一个地方 你这个现在弄不清楚 我们换一个地方 继续把这个案子弄清楚 哎哟我猜 然后呢 就两个人是花园路派出所 就是花园路派出所的 这个时候没有办案的人了 办案的人到 我这个我很记得很清楚 大概在五号的夜里头 大概十点十一点这个前后 他说 他自己说的 他说我就睡觉去 你要吃要喝 你就叫我 就是你要渴了 饿了 你就叫我 我这个有这个影响 应该是在晚饭以后 晚饭就是 都是叫在外卖跟他们一块吃的 他们给我叫外卖的 我不知道他们办案的人在干什么 然后 他就 他后来就这个这个 在花园路派出所跟我接触这个人 后来就再没有出现 这两个人呢 我就觉得他们 是办那种 不是审 不是管审查的 是办刑事案的 这两个人就比较凶一点 说 你你自己不知道啊 传坏什么事 你自己不知道 哎 我说我没做错什么事 我觉得是好事啊 这个我有印象 他们非常的 你说惊讶也好 气氛也好 你说是好事啊 不是 原话啊 那咱们好好玩玩吧 啊 哎 这种话都是他们他们的 就是流里流气那种话 哎 我觉得对对他们是那些口头语这种 哎 其实就是说你看整体来讲啊 对咱们这样的人 他们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客气 我们看到视频上也好啊 不管是抓个调贩子 抓个毒贩 抓个什么 什么网络诈骗 抓个卖英德康 你看他们那种破门而入 那种正义在手的样子 实际上对我们应该说 还是有所不同 我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5月5号 我还有很多的事儿 嗯 5月5号呢 就是 就是 早上不是 大概 一个多小时 把那个笔录做完了 笔录做完了 这个时候呢 你注意到呢 这个 呃 宣布对你传唤 这是三四点钟 告诉你传唤 这个时候呢 给你做了一个二十笔录 这个时候的笔录 传唤之后呢 叫询问笔录 嗯 注意到过吗 我不懂 询问笔录 是对于证人啊 对于被害人啊 对于当事人啊 这样在 传唤阶段也好 总之 是在刑事立案 确认你为犯罪嫌疑的人 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啊 刑事侦查程序 之前 询问 对证人 对所有的这个 比如说杀人犯呢 他过来之后 也得先做一个询问 那么 等到呢 他公安局这个整个的 立案的流程走过了以后 改为训问笔录 咱们在里头签呢 都是训问笔录 这以前的时候呢 是被询问人 你的身份 是吧 你有没有罪怎么着 还不一定呢 啊 那么进入到宣布说 你因为什么什么事情 刑事拘留 涉嫌寻寻自私罪 依照刑事事故法的规定 对你这个决定刑事拘留 我们说刑事拘留啊 刑事拘留 刑事拘留以后 那个笔录抬头 叫做训问笔录 哎呦我从来没注意这个 对 训问笔录 训问笔录的时候呢 你就是犯罪嫌疑人了 知道吗 你就进入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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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刑事宪了 是吧 等到那头出来之后 你就离罪犯了 中间如果掉队了 像你这样 取宝后得出来 就拉倒了 在这个地方 其实呢 因为在我我插一句 后边的一个 一个一个小插曲 嗯 这个 我的律师 我不知道是保金还是 还是谁呀 这个 这个 说呢 大概一年以后吧 说你们有一个 统案大家的这个 取宝后诊之后 一年的这个聚会 是吧 聚会呢 说呢 郝建老师呢 这个喝着酒呢 还流眼泪 说呢 他这个 连累了你 我说你出去可千万 告诉郝老师 是我连累了他们 所有的人 是吧 不 根本不是说你们 连累有话 这个我插 就现在瞎琢磨 应该是整个在这个 办这件事就是 六四会的过程当中 傅盛华可能 琢磨到了 应该把你 这个时候 启动 因为你立案很早嘛 对不对 3月2号 哎哎哎哎 我的立案实际上呢 打你一起 哎对我的立案是说 在这个昆明暴恐袭击的时候呢 我有集敦言论 啊 然后民警在工作中间发现 这些事呢 我觉得究竟我的立案日期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不太可考 不知道啊 搞不清楚 这些事是到底是后续的后果啊 还是真的是这样 我也确实是搞不清楚 而当局是怎么决定把你这个 要狠狠地敲你一下 就是我们几个人放了以后 嗯 怎么要把你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分析 哎我觉得 那实际上来讲 咱们现在讲呢 就是说2008年12月份的时候呢 抓了刘晓波 对吧 以这个零八宪章为由头 抓了刘晓波 抓了刘晓波 抓了刘晓波是第二年 是六四二十周年 我觉得这个事呢 就是说所谓押发案啊 拍肩膀啊 搞住重点人啊 擒贼擒王啊 这些事情呢 我觉得实际上是 他们在为敌斗争的一贯的这种套 他们在下棋了就是 哎 他觉得这个 你比如说六四二十周年 可能零小波在事变上呢 他不会老实 他会写 他又会写 写无数的公开信 这个联署那个联署 与其把事情搞大 还不如先把它抓起来 嗯 这可能可能 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 到二十五周年的时候 那他们应该也有一个预判 就是说 这个海面外 这个六四分子 或者说民众呢 也可能对这个事情 有一些 这种 这种 呃 念念不忘 或者说些什么 与其在那个时候做呢 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提早 把有可能 挑动这件事的一些人 说 收拾一下 实际上来讲 我们还真的没有 我还 真的很少去 蹿蹲别人 干嘛干嘛 我们基本上满足于自我表达 我只是说 我对这事没忘记 我只是说 我认为这件事情 应当 应当 我们觉得应该说话 对 对对对对对 我没有说你们再来跟我一起啊 我没有 还真的没有过这样 哎 还有我这个到时候 现在你说起来 第一 我们从来没有说 哎 咱们 干点什么 一起呼吁 没有 第二 我们那 不管是开会前 我从来彼此没有说过 哎 这事别出去说一下啊 就是我们 从来没有过 对啊 我们这就是正常的 我们该聚会聚会 该聊天聊天 该开会开会 啊 我们内心里觉得 应该对这件事有 发出我自己的声音 其实我每年都在放 你说这个连累不连累这个呢 就是可能我们俩之间是开玩笑的 但是有一个你倒是要感谢我的 如果我们不发动这个六四会 你进了这个监狱 就不是为六四为你那个心头的那个结 是的 而进监狱了 你就那么好 你就是寻心自事啊 什么污蔑他人啊 那个什么孙季兰那个 那个东西 那么好 这个其实我觉得 所以我们彼此倒是一个 我既要感谢您也要感谢副局长 如果是副局长的角色 哈哈哈哈 是吧 说只是等一等 说别让他蹭这个六四 是 用一个别的可能这个更好 更好更容易无名化 啊更好 就是寻心自事嘛 对不对 寻心自事够判刑啊 不够 够啊 也够 关键是寻心自事当然是够判刑的 关键是什么事是寻心自事 比如说你发个微博是不是寻心自事 当然不是 为什么表达变成寻心自事呢 是因为2013年 网络的那个 那个诽谤啊 和寻心自事那样的一个 所谓两高司法解释 就是抓薛凡子和这个秦伙伙的那个 司法解释 这一件事是副长华主持做的 你说这话 我这个也有影响 我虽然手上没有东西了 我进去的时候 就是 呃 六号的凌晨对不对 嗯 都是我们都是前后两三点钟 都是这个时候 而且 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 我没 我偷偷的看到了 小刘迪和许有余的名字 好像 我是看见 你听我讲 我没看见你的名字 我看见了你们的名字 那你最后 好见 就是 就是我一开始前那 就是前那 一开始那个东西 就是 华阳洛派出所的 那个文件是错的 嗯 因为华阳洛派出所 他不能做拘留文件 前面那是可以做的 他说的是 我因为参与 好见 许有余 胡适登 组织了一个什么活动 那我这时候就明白 好见 是你那个上头 已经有你们三个名字 我那个没有 我刚才想跟你说的 我那个是寻衅姿势 就是一个寻衅姿势 是 后来又改了 后来在审问当中 哎 是 为什么怎么又给我一张 我记得 又 我给你慢慢解释 解释一个 他们最初啊 我觉得整个的 后来改一个叫集团什么 就行 我不知道 团伙 团伙有可能 结伙有可能 团伙犯罪还是什么 这也 还问过他们 你听我讲 给你签的是一个延长拘留的通知 对对对对对 延长就是 传活24小时 拘留 这个三天 三天查不完 有结伙作案的这种情况 案情复杂的 延长到七天 然后确有必要的延长到三十天 所以我怎么记得 有两个东西给我签 我而且 两个东西罪名不一样 我就问他们 我说什么叫团伙作案 大概类似的话 反正 你结伙也是行不信资 结伙这个东西 哦 还有这点我需要解释一下呢 顺便给这个 给你解释 主要给你 因为全部人民都懂 是吧 就是 中国的法律呢 刑法呢 罪行法定 罪行法定 就是法律刑法分则上没有明确规定的罪名 是不能 认定为犯罪的 哪怕这个人 再坏 你也不能够把他抓起来 这是 罪行法定 就是 只有法律 明文规定 是犯罪的 你的这个行为实施了 达到那个条件 才能够追溯为犯罪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就是说呢 叫从就兼从轻的原则 什么叫从就兼从轻 就是你今天说的这个事儿 后天立了一个法律 说这是犯罪 那今天还不是 你不算是犯罪 这叫从就 如果说今天是犯罪 比如说 盗窃 今天是犯罪 前天也是犯罪 前天的时候呢 偷一个面积就枪毙了 对吧 那现在呢 可能偷一个面积 两三万块钱